小儿,还记得,2000年的时候您在哪儿吗? 2000年,我还是个自由的男人。 您语气颇为感叹,没有没有没有,不自由无您死,可是有了自由也未必好啊。 2000年您还单身,六日常常约会,跟您一块儿玩,一个礼拜七天,常常一天就约七八个。 就约七八个老师。 2000年,我出了蛋白质女孩。 那年之后,我的人生就开始走下坡。 转眼节十年了。 十年啊,人生有几个十年了。 这十年,您的人生有很大的改变。 从单身,到结婚,从没有小孩,到有小孩,或是从没有法定的小孩。 从有就闻到有就闻,从没有肚子到有肚子,从有头发到没头发。 哎呦,整体起来您还满意,还快乐吗? 人生嘛,就是这个样子。 就这样过了。 走过了。 转眼节十年过去了,今年是2010年了。 是。 我要出两本书啦。 因为蛋白质女孩当年是写2000年那些二十几岁女孩,party,恋爱,做爱的种种故事。 于是十年之后呢,我就写了一本新书,叫做《五十个女朋友》。 写了什么呢? 就描述这些,2000年二十几岁女孩,经过十年后变成三十几岁之后。 她们走入人生下一个阶段之后的故事。 她们从单身变成婚姻,她们从婚姻变成离婚。 有些还是保持了单身,有些变成了单亲。 我们写《蛋白质女孩》十年后的故事啊。 就写这个《蛋白质世代》的故事。 您这十年应该有很大的改变。 没错,不过我始终如一。 我始终都是矿物直男人。 所以呢,最近我们在Facebook上,请大家对于我们现在实验中的几个封面发表一些意见。 今天也要让您来选一选。 一、二、三、四,我现在手中有五个封面。 我不用选,不用选,我已经决定了。 这张好,这张好。 为什么好,让大家给我来一个近一点。 您选这一张? 哎呀,这个我为何来? 这个腿啊,这个腿啊。 有谁能拒绝呢? 您看到腿就心动了。 所以您会选这个作为《蛋白质女孩》的方面。 那五十个女朋友呢,您要有一些不一样。 各位,您看我们有这个选择。 有这个选择。 还有这个选择。 当然是这个了。 您会选这儿。 想想看,您为什么会选这儿。 这个看起来蛋白质比较多。 肉比较多。 这肩膀有点雄壮威武的味道。 所以小野老人给王华一点意见。 他希望王华两本新书的封面是这个跟这个。 各位Facebook上朋友,您的选择是什么呢? 也在Facebook上给咱们留言,给咱们一点意见吧。 我的书就是你的书。 为什么呢? 因为我的书写的就是你的故事。 谢谢。